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给自己做一顿年夜饭 长这么大第一次一个人过年 想了想该吃啥了 然后最后决定做我一直都想尝试的 就是日式的牛肉火锅 感觉一个人的时候吃应该会超级的温暖治愈 这就是我准备的所有食材 新鲜的香菇 金针菇 还有这个是意大利的非常特别的一种蔬菜叫奇蜜迪拉帕 我特别爱吃 因为它有点苦 然后又有点像介于铜浩和芥兰的那种嚼劲 我特别喜欢吃有苦味的蔬菜 苦瓜 还有这边的露克拉 然后就是这个现在是最近的top one 梅菜 大葱 洋葱 萝卜 来中超买的摩鱼丝 乌冬面 豆腐 意大利的牛肉 最近在看跟食物有关的书 里头就有讲说意大利最好的牛肉除了托斯卡纳 就还有最附近的一个大区叫Piamonte 产的牛肉 说在意大利的口碑超级的好 那天我去买年货的时候就在肉店买了这个 他说是Piamonte的那个小牛肉 片成的雪花片很适合做火锅之类的 只是我把这个冻到冰箱里的现在还没画呢 今天又在罗夏的Acelonga里买了这样也是Piamonte的牛肉片 但是他看着就更瘦一点 比这个要新鲜 所以我就想尝试一下看都是Piamonte的牛肉 一个是雪花的小牛肉 一个是成熟的牛肉 看看他们的味道有什么区别 我估计这个有比较肥的会比较好吃 这应该是我第一次在家里做寿喜烧 浑天然的鸡蛋 就是寿喜烧必不可少的就是生鸡蛋 好了 接下来是最有趣的一步 就是我要在这个香菇上雕出一只梅花来 是在YouTube上跟一个日本的家庭主妇学的 用美食的大小的小人 就是这样子 在这个家里有什么样的 就是我们的家庭主妇学的 就是我自己在家里 这就是自己的家庭主妇学的 又是在这种家庭主妇学的 去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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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把食材全部准备好了 才发现我忘记调酱汁了 用这个我新买的这个味灵 家里如果没有味灵的同学 可以用米酒对着料酒 还有清酒 日本的酱油 喜欢甜味的朋友 还可以放两勺糖 因为日本人真的好喜欢吃甜 但是我就不放糖了 我觉得这个味灵和酒里的甜味就够够的了 其实我还想加辣椒的 但是为了还原日式火锅 先不加辣椒 现在就好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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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小匙 4-5匙 1-2小匙 2-3匙 2-3匙 上火 2-3匙 1-3匙 2-3匙 1-3匙 3匙 1-3匙 菜籽 青菜 粘在一层 切絲 熟的東西 鮮肉 鮮肉 煮成一群 剩餘的鈕 春飯 鮮肉 我好想听鞭炮的声音啊 听肤高鞭炮 就只能听开酒瓶的声音 嗯 嗯 好吃 好清新哦 这是这个意大利的青菜 嗯 嗯 吃出一股四川的梅菜的感觉 就是做抠肉的那个梅菜 好香 意外的很好吃 嗯 豆腐 豆腐 百六八 这白菜煮得好辣 啊 泡泡好多 当 干杯 好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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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